久年,卓伟就为了吃瓜群众呈现本身的第一瓜,李小璐PGOMA夜宿门事物满转沸腾,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。 然而,这还不是最劲爆的猛料,夜宿门之后,卓伟又爆出拦截英西时,被七五事物的两大佬曾志伟与邓声誉据悉,曾志伟是回决认可被这个黑锅的,已于召开记者款待会,为本身澄清,我曾志伟历来是最恭敬女性的。 曾志伟表示,本身这是莫了一次出头签字为本身澄清,接下来会发律师函状告离间,可是曾志伟的出头签字澄清,显得那么惨白无力。 身为文娱圈记检委之第一狗仔,卓伟对这些明星的律师函已经曾间谍出了,这怎样可能打倒他继续曝猛料的决心呢? 卓伟为了给大师惊喜不解,猛料在晋级,此次直接指向刘嘉玲,揭秘西时刘嘉玲事务内幕,卓伟趁,刘嘉玲西时被绑架,被人摄影拍视频,整整三个小时后刘嘉玲才被绑匪给释放,这时代产生了什么事,生怕只需刘嘉玲最清楚,西时,曾志伟身为刘嘉玲的好伴侣,他立体刘嘉玲帮他保警,后来,圈内另一个大佬陈归敏,帮刘嘉玲追回向片底片语视频, 并帮他摆平这件事,外界对付谁这么狠心,对貌美如花,但刘嘉玲大声磨手群情纷纷,传播的有几个版本,可是事到如今,卓伟确认了其中的一个版本,那就是那时刘嘉玲获走了圈内大佬向华强,把他当成水鱼狮子大吉尺,要加太高,直接气愤了向华强,才有了后面的工作,这么多年来,梁朝伟陪着刘嘉玲也不敢声张太多,可见向华强的权力有何等强大, 一样平常人都不敢去招惹,对此,你怎样看?